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南KT 好学区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价位非常好,只有26万4880美金 而且这个房子是完全翻新过的 整体的调调和感觉是非常符合现在的这种新房子的风格的 所以它很接近于一个新房子的感觉 并且价位不是很高,物业费啊,订税啊都比较便宜 而且位于的地方都是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值得投资或者自住的一个选择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的地产感兴趣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加我们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一套位于休斯顿南Kitty的一套 非常装修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两层的房子 它的售价是26万4880美金 然后呢这个房子本来是卖出了的 但是贷款的人的贷款失败 所以回事了,今天是回事的第一天 我觉得它的状况各方面一直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过来看一下 一打开门就是一个很高的这样的高条厅 户型的感觉也很好 所有的地板都换了新的 空调是新的 然后重新翻装了所有的东西 包括洗手间 包括任何的东西 包括灯啊之类的 所以一进门的整体感觉就是很明亮的 很舒服的 而且很Instagram 很小清新的这种 像这种房子都不愁卖 然后呢 它的这个地面也是最 现在最流行的Instagram风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往里走 你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边是一个隐秘的主客厅 这边就是厨房 我们从这边看 厨房也完全就是翻新好了的 用的是非常漂亮的这个色调啊 这些都做得很没有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橱柜 它这个橱柜是刷色的 刷漆的 不是换了新橱柜 因为通常情况下 换了新橱柜的这些金属部件 都不会是统一的颜色 而刷漆的才会是统一的颜色 所以这个橱柜不是新的 然后贴的这些瓷砖 包括它的这个top 是新的 然后电器是新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一个细节上的感觉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它的早餐区的 早餐厅的区域 再往前走 就是这个房子的 隐秘一点的主客厅 刚进门的那个地方是 比较 就是说 比较公开的那种客厅 那现在这边呢 才是主人平常看电视什么 一家比较私密的一个客厅 这样子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客人的绣件 它这些也完全都是翻新好的 然后这边这个门是去车库的门 然后这边是洗衣房 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一楼的一个状态 这个房子的所有的卧室 都在二楼 所有的灯 这些东西全都是新的 包括百叶窗 然后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然后你看它的楼梯 也都是这种符合木地板的 像这种楼梯会比较好打理 如果出租出去的话 也是比较耐磨的 一上来之后呢 左手边是这个房子的主卧 现在看这个主卧 就是一直非常大 现在看到的这个床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king的床 是个queen的床 所以你才显得这床这么小 但是主卧还是很大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的里面呢 就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很明亮 并且完全翻新了 你看新的这种浴缸 然后淋浴间 都是全都是新的 然后这边是两个洗手台 你看就是很新的状态 然后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这个洗手间是楼上另外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也是完全翻新了的 并且这个洗手间是另外三个卧室 共用的洗手间 这三个卧室 我们先来这个卧室看一下 每个卧室都是很方正的 然后面积都是还不错 放queen的床 或者queen的床 问题都不太大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这项客窝当中 最大的一个客窝了 这个客窝要比刚才那两个都大一些 所有的地毯都是新的 然后双层窗户 摆着窗都是新的 这就是这房子里面的感觉 从二楼看一楼的话 就显得更漂亮一些 这样子 好 现在让我们去这房子的院子看看 房子的院子也是很方正的 一出来呢就是这样子 它把属于现在这栋房子的栏杆都换成了新的栏杆 然后另外那一部分属于邻居的就没有换了 就这样的一个院子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套学区很好又重新翻装过的房子 如果您对修斯顿地产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igi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房子周边什么感觉咯 修斯顿南Kitty这个地方 这个画出来的红标就是我们看到房子的位置 我们现在放大一下看看它在什么地方呢 这整个大修斯顿的地图 然后我们看到这房子是在这边 因为这个地方是Kitty的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 就是我们所说的Kitty 学区好的这部分 它正好是在南Kitty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这样看过来 这个小区的整体房价就低一些 那如果说再往外边走走 像这些地方全都是几百万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些地方也都是五六十万比较贵的 所以整体来讲 就这个小区的这一六比较便宜一点 是三十万以内的 然后这一边就贵一点 都是三十万以上的了 我再仔细看看 我们看到这套房子的旁边 就是它的泳池和活动中心 然后出来这个地方就是星巴克 这儿就是星巴克 我们看看它离其他的 我们平常看的很多地方是有什么样的距离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一个路线 我们输入比如中国城 Chinatown 现在可以看得到 它到中国城的距离是最快24分钟 如果慢点的话33分钟39分钟 是这样子过来到中国城 还是很方便的 但是这个房子不一定去中国城 因为本身离亚洲城就比较近 我们看一下亚洲城的距离 Asian Town Kitty的Asian Town 就11分钟从这边直接到了Asian Town 然后它离学校是很近的 学校基本都在附近辐射 基本上三五分钟 你看现在在地图上 你能够看到这就是一个学校 很快就能到达这一边这个学校 我就不特殊说明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到Uptown的距离 虽然在美国的生活 很少人说一定会住在Uptown 但是好多人都会问我 这个地方到市中心的什么距离 像比如说现在你看到市中心 Uptown的大概的位置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28分钟的样子 每一个社区附近都会有它的医院呀 学校啊商场的配置 那Kitty本来在10号公路上面 就有好几所医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标志着医院的标记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医疗中心了 所以其实你买在这个 这些Kitty呀这些区是很方便的 好了这就是这个房子 周围的一些位置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